大家好,美国在世界各地操弄地缘政治三分点火制造冲突的记录很多 在西方主宰亚洲事务的几个世纪之后 亚洲人民迎来了独立自主的关键时刻 随着日韩等国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 以及中国的强势的复苏崛起 包括现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各国的快速发展 当前的亚洲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影响力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这一点和战火纷飞的欧洲以及面临产业道路抉择的美国相比 呈现出东西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 为了打破这样的发展格局呢 美国方面大肆操作所谓的岛链战略 我们在媒体上在各种书籍当中经常听到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等等啊 太平洋的一些跳岛战略 反正呢 关于整个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呢 那么围绕中国 他就不断的划圈啊 不断的来进行军事力量的部署 不断的围绕中国周边呢 那么来啊 可以说是这个制造各种地缘的事端 那么美国同步进行的还有科技产业的集团化趋势 就是呢搞小圈子 也就是我们最近啊 常常听见听到的所谓美国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科技供应链联盟啊等等 这里面的关键国家呢 就包括了美日印澳 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印度呢 开始啊这个枪头草 对吧 他呢 哪边也不靠 反正呢 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表面美日印澳印太战略 但实际上呢 印度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啊 外交选择权 另外呢就是澳大利亚 他过去呢 不仅是印太四国成员之一 在前任的莫里森政府时期呢 澳大利亚还是美国在印太地区 亚太地区的马前卒 各种事物都是按照美国的这个设定 那么澳大利亚冲在最前面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随着澳大利亚的这个啊换届 那么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 澳大利亚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最起码在氛围社 氛围的营造上呢 有了很大的变化 最近呢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也访问了中国 那么中澳之间的关系呢 也正在回暖 当然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为忠诚的啊 看门狗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 美国除了印太四国 美日印澳 实际上 他还在不断的大肆拉拢韩国 那么韩国方面 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究竟如何抉择自己的国家地缘战略和科技战略呢 加在美国的威逼利诱和中国的巨大市场利益 以及重要的地缘战略 地缘位置的这几个重要因素之中的韩国呢 最近推出了韩国版本的印太战略 以及韩国自己国家的芯片法案 在相关的地缘战略文件当中 韩国非常明确的表达了 对中国的政策 那就是要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合作国家 这一论调和美国所期待的印太战略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反映出 韩国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美国勇敢说步的决心和勇气 同时韩国在科技战略文件当中 特别对半导体芯片产业 也是大肆补贴和扶持 这也反映出韩国本身其科技立国的一贯态度 随着中国进入后疫情振兴经济的时刻 韩国的战略选择 对美国的围堵战略是一个重要的破口 当然美国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后续美韩之间的互动操作 还有好戏可看 我们都知道韩国是科技立国 在芯片领域亦是如此 根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韩国国会通过了 国家尖端战略产业法的修订案 那么这个修订案 其本身又被称之为半导体特别法 该法案包括缩短半导体工厂建厂审批的时间 等等优惠的政策和内容 根据修订法案 对半导体等特色的产业园区的建设 运营的迅速审批的时间 从30天要缩短一半到15天完成 修订案还规定 从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要求予以迅速审批处理之日起的60天之后 自动试作审批结束 不管你有没有完成相关的作业流程 那么法律就要求 如果你没有完成 那么他也认定你已经整个的过程流程已经走完 另外包括像供应企业 准政府机构等等这些公共机构 都被纳入了预备可行性调查的豁免对象 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推出 显然都是要为韩国振兴其半导体产业 那么打破各种各样的障碍 那么修订案还将理工学科产业需求 针对型的一些专业型的人才的培养 教育等等方方面面都把它联动起来 而且在为有关高校的招生名额调整 制定一些依据 另外韩联社的报道也特别谈到 韩国的统计厅发布了一个产业活动的动向 这个资料就显示IT也就是信息技术的需求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那么这一点对韩国来说影响也比较大 就导致了在1月半导体生产锐减11% 这是一个估计 韩国统计厅方面分别指出 智能手机等等产品需求增长放缓 导致半导体库存增加 因此是整个的生产活动大幅的减少 为了加强对2023年 全球经济衰退以及芯片价格下跌 不利汇率以及进一步加息的准备 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三星集团 近日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 所有附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起参加的会议 三星方面正在为明年的前景暗淡来做好准备 特别是在明年半导体市场前景暗淡的情况下 三星电子极有可能在第四季度出现亏损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韩国人的危机意识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也介绍了 全球经济在2023年恐怕不妙的内容 特别是西方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的 一览之政策不断推出之后 导致全球需求的萎缩 对于像韩国这样的出口型经济体的打击就格外的大 其实不止韩国 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半导体相关的促进法案 美国在今年的7月份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 旨在将芯片技术制造和创新引入美国 美国的芯片法案提供了527亿美元 用于鼓励研究和促进美国国内芯片生产的资金 还为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相关设备的资本支出 提供了25%的投资税收抵免 韩国方面不仅在科技领域开始进行战略布局 那么在地缘战略上 韩国也推出了韩国版本的印太战略 它的内容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可谓是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呢 它并没有跟随美国的步伐 没有按照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 来附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做法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呢 韩国所公布的最终版本的印太战略 与美国等门友的印太战略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 这份长达37页的文件当中 特别强调要和中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么这一态度和日本之前 所公布的所谓安保文件当中 把中国视为一个 怎么说呢不友好的对象或是一种挑战 那么形成鲜明的对比 韩国要将中国视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那么对此呢 中方也在呼吁韩方一同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在此之前 韩美两国首脑会谈结束之后 韩国政府就开始着手筹备印太战略 经过这七个月的酝酿 那么韩国总统府向外界公布了 他的印太战略的最终版本 这是韩国首次单独制定地区的外交战略 内容不仅涉及到半岛问题 还包括全球合作 双边问题 地区局势等等 那么韩国所推出的印太战略文件当中 涉及九个方面的重点课题 这份战略报告明确提到 为了更好的实现印太地区的繁荣和和平 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其中呢 就包括主要的合作对象国家中国 同时要打造更加健康稳定的中韩关系 此外 该战略报告也强调 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我想呢 作为一个啊 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些国家啊 那么韩国呢 虽然放眼全世界 不能算是一个小国 不能算是一个 对吧 这个经济啊 各方面的小国 包括他的军事啊 他的影响力 但是呢 和中美相比呢 韩国毕竟各种角 各种数据来说呢 他都啊 夹在中间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韩国是不可能 所谓的完全的选边战队 所以在这一次的 他的战略文件当中呢 把中国把美国 都称之为叫做 韩国需要合作的国家 其实这样的做法呢 和新加坡和很多 这样的一些啊 其他国家呢 都是类似的啊 他们不愿意选边战队 其实中国呢 也一直没有强迫任何国家 去选边战队 中国只要求按照全球化 按照国际合作 按照联合国的啊 一系列的这个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 来进行合作即可 但是美国方面呢 始终就希望搞地缘战略的矛盾 希望搞北约的那种模式 希望搞小圈圈 那么因此呢 韩国方面承受的压力 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美国方面 韩国的外长 朴正就特别指出 韩国这一次所推出的战略文件 就意味着韩国将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 来开启主动外交的新时代 而众所周知呢 印太战略是由美国 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最先提出 后来呢 美国的前任特朗普政府 也接受了安倍晋三的这个战略 拜登政府呢 在接受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份提议 对于外界解读的 韩国版本的印太战略当中 牵制中国的一些所谓内容 所谓这种看法呢 那么韩国方面呢 实际上啊 并没并不同意外界的这种解读 韩国官员指出 该战略报告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包容 不会排除任何的特定国家 而且还指出 中国一直以来 都是韩国无法分割的邻居 两国的贸易紧密相连 对韩国经济有着不小的影响 因此呢 拒绝与中国合作 是严重的脱离现实的做法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得不偿失 而众所周知 在韩国总统尹熹岳政府上台之后 他就有意带领韩国 在多个领域向美国靠拢 那么外界分析也纷纷认为 尹熹岳政府呢 相对他的上一任呢 是比较的亲美 而且呢 当时啊外界认为呢 这个尹熹岳上台之后 会借机加强美韩的同盟关系 但中韩之间的经济联系 相当的紧密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 切断两国关系呢 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呢 韩国必须在当中寻求一种平衡 来加强美韩关系的同时 也不影响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 在此之前 美国政府所发布的印太战略当中 那么针对中国的条款各种意图呢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那么在韩国的新领导人 尹熹岳上台之后呢 他就积极的加入所谓的 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同时还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那么因此外界当时普遍担忧 韩国政府所制定的 所谓韩版的印太战略 是在配合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行动 来牵制中国 但事实上呢中韩两国紧密的联系 是割不断的 也是分不开的 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 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大亮点 建交三十年来呢 中韩两国的贸易额实际上 已经增加了七十多倍 那么这个增加的幅度呢 是相当之大 而且我们也知道 最近一些年呢 特别是从2018年之后 中国一直是连续成为韩国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且在2021年 中韩两国双边的贸易额 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样的一份份的历史数据 贸易数据呢 实际上就反映出 中韩两国之间 不可分割的亲密的关系 应该说非常的紧密 那么在这个国家利益上呢 也是高度的共融 那么因此呢 韩国所公布的印太战略之后 就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合作伙伴 那么对于这一情 对于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描述 中国方面呢 在第一时间也做出了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特别谈到 中国一直主张各国要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 共同来促进发展 这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也希望韩国方面 能够与中国方面一道努力 来推动两国关系 稳定发展的同时 共同推动地区的繁荣发展 在韩国方面所推动的这个韩版的印太战略当中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 韩国方面希望在中美之间呢 去玩平衡战略啊 或者叫做呢 这个中立的策略 那么毕竟呢 这个美国在韩国呀 有很多的驻军 韩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呢 实际上一直 你可以说是接受美国的帮助 也可以说是一直受制于美国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韩国是不可能 对吧 选边站队到中国方面来 所谓的唱起反美的调子 这个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也要有清楚的认知 韩国在一定程度上呢 他对美国还存在安全军事上的依赖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如果你只搞军事 只搞安全 这个一天到晚准备打仗 你国家不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你这些军费从哪里来呀 如果你很落后 你是不可能有先进的军事装备 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国防 所以说呢 经济的发展呢 也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一环 那么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富强 因此呢 在向美国表明态度的同时 啊 我们前面也介绍 对吧 韩国在文件当中特别谈到要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对于这一份韩国所推出的印台战略 我们看到韩国媒体韩联社 他的报道就指出 这份文件反映出韩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外交立场和困境 他讲得非常清楚 独特外交立场呢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 也并非那么的独特 因为选择这种这个两边都不站队的做法的国家呢 还是蛮多的 但是呢 韩国他这一次推出的文件 韩国媒体认为存在韩国的外交困境呢 这一点我认为呢 也的的确确 韩国方面呢 面临的这个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呢 非常多 比如说最近朝鲜方面呢 也是多次试射了他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 同时呢 朝鲜的无人机也飞到了首尔的上空 首尔方面就是韩国方面呢 他派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飞机 结果呢 开了好多枪 打了好多炮 结果就打不中 还导致自己的一架飞机坠毁 啊 飞行员跳伞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韩国内部的检讨声音呢 也很大 对吧 你这个朝鲜搞几个无人机 就把韩国弄的这个啊 反正各种折腾 最终还是很难处理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韩国方面现在面临着 他实实在在的国家的这个啊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包括朝鲜 包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利益 包括在朝鲜问题上 半岛问题上 核问题上 那需要中国的合作 当然也包括美国方面的军事的一些啊 合作 安全上的合作 所以呢 韩国媒体才会认为 韩国这一次推出的 韩版印太战略文件 反映出韩国的困境 那么虽然韩国与美国 所谓的啊 存在着安全上的这个合作 但是这一份的韩版印太战略文件 反映出韩国根本没办法 和中国进行所谓的对立啊 这是不现实的 战略报告特别强调要与这个啊 这个美国方面来进行合作 甚至呢 包括日本方面也要来拓展合作的领域 要扩大美韩啊 这个包括像韩澳 韩国与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发展 而且还谈到了与北约的合作关系等等 实际上呢 各方面都有点到 那么这些呢 都强化所谓的价值观联盟的一些具体计划 但是同时战略报告特别谈到了 韩国是一个开放贸易国家的这个身份 他主要的经济经济的这个发展呢 是要靠海外市场啊 靠出口 靠其他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自由贸易啊 或者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 那么特别在文件中就谈到 将率先构建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 确保经济问题不被过度的安保化 所谓的安保呢 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干扰全球经济的运行 全球贸易的发展 以及全球科技供应链 而这份文件当中的这句话呢 应该说是意有所指 那美国过去呢 把经济问题安全化 国家安全化呢 是非常明显的 在美国对华进行高科技出口管制的背景下 未来韩国如何配合 就非常值得关注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的主任 詹德斌就认为 这一次韩国推出最终版本的印太战略 和新政府的外交理念 国家定位的转变 地区形势的变化 以及美国的要求 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 在夹粪中求得生存 当前韩国政府对外合作 力求系统化 从战略一词当中 也是可见一般 他不仅仅考虑到外交多元化 和经贸多元化 而且把经济安全 国防等等这些 都融入到地区合作当中 将对区域国家的政策 方方面面的 因各种因素都整合起来 为韩国的战略来进行服务 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 韩国各个领域 各个部门 都要围绕着这个战略 来协调制定新的方针 在对华态度方面 詹德斌就认为 这份报告反映出 韩国政府 他比较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对中国的经贸依赖 那么包括地缘关系紧密 韩国对地区秩序的 主导能力和塑造能力 实际上和美日两国相比 也是相差甚远 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韩国在对华的表述上 和美国特别和 我们亚洲的另一个邻居 日本相比 这个区别就很大 而另一方面 韩国也想降低 对中国的经贸依赖 来保持韩国所谓的自主性 但是这一诉求本身 它的难度也很大 对吧 你表面看起来 那你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多元自主 但事实上呢 有钱赚你肯定会赚 对吧 那么在中国市场高度合作 高度融合的当下呢 想要去找到一个替代的市场呢 是相当的困难 那么这也就是 尹熙越政府特别强调 要和美国和日本等等国家 所谓有相同价值观的一些原因 认为这是身份的重要标志 美国在印太地区有很强的存在感 短期之内的操弄所谓的导链战略 在地缘和科技等等诸多的领域呢 美国一直都在针对中国 所以呢 他自己一个国家在干 同时呢 他还拉帮解派 哎把韩国呢 也搞过来 要针对中国来进行一些地缘操作 那么这样的局面 短期之内呢 实际上是比较难以改变 但是区域内的国家 头脑呢 也都很清楚 做出像韩国这样战略选择的国家呢 肯定会越来越多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国家 采取这样的策略 可以说东南亚国家啊 十几个国家呢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跳的比较高的呢 是日本 对吧 还有呢 中国台湾啊 那么最近的也是动作频频 那么澳大利亚呢 似乎也正在转向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2023年呢 想必中国的周边外交 中国周边这些国家 他们面临美国地缘压力的时刻 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外交 地缘战略 以及科技战略 贸易的策略呢 实际上也是我们 接下来观察的一个重点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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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